亲爱的国家一级演员牛奔和青年演员李 李一峰 欢迎二位 欢迎 那青年演员李一峰 领先主演的电视剧 以秘而伟大受到广泛关注 收视率稳居同一时段 第一并持续攀升 口温热度双丰收 另一部作品中国首部火箭军题材电视剧 号手就位也即将与观众朋友们见面 牛奔老师她的一生当中可以说 为我们大家塑造了太多经典的影视剧的形象了 她也始终是我们中国影坛的常青堂 今年牛奔老师告诉各位已经是有85岁了 但是大家觉得她像不像85岁了 不像 依然是这么的精神爽朗 我们也祝愿这位常青树青春常赛 健康快乐 来有请两位老师给我们媒体留一些拍照的时间 今天两位的搭档也是非常的有趣 牛奔老师非常的绅士 向我们各位到场的媒体和我们现场粉丝 军力宫表示谢意 今天一风真的非常的帅气 好请我们两位移步到我们的采访区 欢迎二位 来今天咱们一风的粉丝在哪里 你们的名牌在哪里 来我们的熊猫宝宝把两位老师带过来我们的采访区 谢谢 欢迎牛奔老师 欢迎李一峰老师 来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采访区 欢迎 欢迎牛奔老师 牛奔老师您好 来我扶您一下 扶您一下 哎呀 哎呀 牛奔老师非常的关心主持啊 冻的冰凉 来牛奔老师先给大家打成招呼好吗 成都的朋友们 观众们 我们的兄弟姐妹们 你们好 好 那李一峰 您继续您继续您继续 我我是 不大多的机会来成都 但是我感觉成都人特别热情 后来我一打听 这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们这是生长在天府之国 是吧 您身边这一位也是成都人呢 天府之国 这里都除了鼓鼓 就是少爷 你们非常的热情 我们被你们融化了 来李一峰给大家打成招呼好不好 回到家乡了 大家晚上好 我是李一峰 那李一峰今天回到家乡了 能对我们现场的粉丝 有些什么想说的吗 冻着你们了 非常的暖心啊 害怕大家的受冻了 好 那李一峰呢 今天也是非常 祝贺你跟牛门老师一起 共同入围我们的换员名单了 那么 接下来 给我们大家能不能套路一下 在接下来还有没有些什么新的影视剧作品 要和大家见面 很快有号手就位会上了 然后 以命而伟大 其实在中央八还没有播完 大家也可以继续看 然后明年有一个镜 然后 现在也在选其他的 去好的剧本 好 我们也希望一峰能够有更多优秀的影视剧作品 和我们大家见面 好吗 你们期待吗 大点声 好的 谢谢两位 请不如到我们的主会场休息 谢谢 下面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 第七届中国电视好演员 优秀演员 李一峰 江苏颖 曹翠芬 牛奔 西美娟 陈树 胡军 欢迎你们 欢迎 请各位来到舞台中间 欢迎你们 掌声在哪里 下面让我们有请优秀大学生代表来到舞台上 为第七届中国电视好演员 优秀演员 宋上荣誉 掌声有请 有请 这边的朋友现在比较热烈 这边呢 这边被我们挡了是吧 是 没看得太轻 对 这些都是非常受关注喜爱的这个我们的优秀的演员 青年演员和我们的表演艺术家 塑造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形象 谢谢 尤其是牛奔老师 今天是和我一起一早从厦门参加完这个经济奖颁奖以后 一起过来 辛苦了 谢谢各位老师 请落座 来吧 这个时候给大家一点时间 掌声 欢呼声 尖叫声 都可以 演员 深受大家的喜爱和关注 听到了大家的掌声 好演员 绿组年度好演员 男演员是 李一锋 绿组年度好演员 女演员是 江苏莹 您一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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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一起一锋 好 江苏莹 掌声有请 李一锋 江苏莹 绿组年度好演员 李一锋 江苏莹 好 同时有请 中国市协二级巡视员 冯淮忠 成都市皮都区委副书记 区政府区长刘应勇上台 为他们颁发荣誉 两位今天的穿着啊 都是红黑色系 就像是说好的一样 非常默契 好 有请何燕 以及李明吉两位老师 一步台中 共同合影留念 好 感谢各位 感谢我们的吉小嘉宾 以及我们的颁奖嘉宾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两位 绿组年度好演员 李一锋 江苏莹 有请两位 一步至我们的感言区 发表你们的感言 我作为一个成都人 你就先来吧 大家好 我是演员江苏颖 当才 我觉得我还挺激动的 因为我没有想到 上海系学院的老师 何燕老师 会给我颁发这个奖 然后过两天 是我们上海系学院75周岁 然后我也提前祝我们的学校生日快乐 非常感谢中国电视好演员 给予我的这个奖 其实本来我是想了挺多 想说挺多的 但是我看到现在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演好戏是应该的 把戏演好 是我们从大一进到学校 老师教给我们很重要的一课 所以希望我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如果我还是一名演员的话 我希望我可以踏踏实实地做人 认认真真的演戏 不忘初心 尊重自己的职业 也希望我自己也不会辜负大家 谢谢大家 书颖今天可以非常幸运地 从老师手中接过这沉甸甸的奖杯 是一种鼓励 更是一种期待 更是一种传承 而今天一风回家了 欢迎回家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 恭喜 谢谢 我还没说呢 继续 最近有一个热播的电视剧 里面有一句台词叫 人要忠于自己年轻时候的梦想 非常的荣幸 我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成都 可以在梦开始的地方 去拿到这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个演员的奖项 对演员来说最难受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结识 今天拿了这个奖 我觉得可以带着江苏颖 一块儿茄子火锅楼 好 我们再次恭喜两位 谢谢 请落座 一峰刚才奖 她今天回到 谢谢两位 好 我们再次恭喜两位 谢谢 请落座 一会儿刚才奖 她今天回到了 从梦开始的地方 一切 在成都这座城市 和美国演员梦啊 种下的种子 逐渐的发芽 成为了昌冰把树 我们一起 散开放过下的地址 两位 家里的地址 一年 随年